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于我们广州车展1.2展馆的企压汽车展台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这台企压EV5 跟之前进口的EV6定位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企压EV5很明显的定位就是一个纯电家用型SUV车型 外观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企压EV5走的是一个比较硬朗的科技风 这种超大的宽穿式的前大灯组 包括两边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头灯组 我觉得做了一些小巧思 车型看起来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感觉 来到车侧呢我们可以看到企压EV5的轮胎也是做到一个235 59寸的大脚 我觉得比较有特色 其实它这个轮毂的设计啊看起来很像一个小的回旋标 整个车侧的线条呢也是非常的流畅 像这种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已经是新能源车型的一个标配了 整个企压EV5的车长超过了4米6 车宽呢近2米 车高也是超过了1米7 轴距呢更是做到一个2750毫米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SUV车型的尺寸吧 来到车尾呢可以看到整个车尾的设计也是棱角分明啊 这种贯穿式的车尾灯呢也是跟头灯进行了一个呼应 根据之前官网给出159800的一个预售价格 搭配上非常多的早鸟权益的话 很明显起压EV5主打的就是想切入我们15万世纪的一个走量款 其实我觉得整个起压EV5的特色不在于它的车的外观 更多在于它的车内 所以现在我们就上车看一下吧 来到车内呢起压EV5跟很多只靠一块大屏去进行操作的新能源车型是不太一样的 它除了一块中空大屏以外呢 还保留了一些实体的按键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 因为很便于我们去盲操 然后上面是这种大屏 然后中间呢是这种实体按键的空调的调节 区域分区做的非常的明确 像下面无线充电呀也是配备齐全 然后我觉得最具特色 其实它副驾驶的这个座椅 可以看到它是做一个连接的桥梁吧 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家用型车型嘛 难免带娃呀或者小零碎的东西会比较多 如果说在缝隙中掉落去寻找的话 还是比较麻烦的 这样的话就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因为呢整车现在还没有进行一个充电 所以没有办法对大家进行一个车机的操作 但是从我目前了解的资料来看呢 整个奇亚EV5也是搭载了全新一代CCNC车载娱乐信息系统 与百度腾讯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度合作 在整个的语音娱乐社交等方面呢 都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覆盖和升级 来到后排呢 整个后排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 无论是腿部的空间还是头部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家庭用车来讲是完全足够了 比较细心的是呢 副驾驶还配备了这种小桌板 方便我们去放一些东西 而且整个奇亚EV5的座椅舒适度 其实非常高的很柔软 然后整个的座椅材质也是采用了一个环保材质 对于我们全家的身体健康呢 也是做到一个有效的防护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细心的是啊 它这边还配备了一个冷暖的保温箱 这个绝对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我们中国带娃家庭的一个痛点 所以说我觉得奇亚EV5这款车型呢 在整个15万辆级的一个纯电新能源 家用SUV车型领域呢 我觉得非常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如果说有一些带娃 或者说多人出行的家庭需求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款很好的考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